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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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去哪裡啊? 去東海走一走 我們今天要去東海 帶我女兒去喝牛奶看口雀 Let's go 我喜歡喝牛奶 啊 東海大學的附近有 牛奶店 吃不進 你左手邊這個紅尾牆代表口好嗎? 在中港路邊最長的紅磚牆就是 東海大學圍牆 蒙其他的第一次月考前的禮拜天 帶他出來走走 然後想說帶他去東海大學的牧場 看看孔雀 喝喝牛奶 你有看過孔雀嗎? 我看過孔雀 等一下你今天看是真的 哪裡 今天的路線呢 會是從東海大學的大門口 然後進去之後 經過路易斯教堂旁邊 然後往下走 然後往牧場方向前進 走那麼久都還沒到 快到了快到了 就是隱藏在這個小水溝邊的開心農場 我跟媽媽今天是專程帶你出來運動的 你最近變小胖子 你知道喔 你不能跟我一樣啊 前面有一個很遠很遠這裡有沒有 有一個行動的肉球在爬起來 欸肉丸子 肉丸子 小胖 小胖 我們現在離大門口 大概剩下150公尺 我小女兒變這樣 玩到這樣 各位現在我們已經到 到了 大門口 鳩池開場 我必須說回到校園生活 看看有多青春 看好啊 你那時候在紐約的時候是 美國隊嗎? 對 你會打嗎? 對啊 你很會投嗎? 沒有 你的英姿 有沒有抵倒半千少女 沒有 到最後我就變成季士的一個人 其實你們知道嗎 以前我讀書的時候啊 我都會來打籃球 你知道嗎? 對不對 西屯的小孩子很可憐 你知道嗎 因為西屯小孩子 除了網咖 撞球館沒地方去了 就只剩打籃球 然後以前我爸爸就會帶籃球來這裡打 然後阿公阿嬤都會跟我說 那真的去打籃球 因為我都會偷懶去撞球球 OK 我小女的現在姿勢非常豪邁 根據我對她的了解 大概 你應該不需要15分鐘她就睡著 欸我們約會的時候 有來過東海大學嗎? 好可怕啊 最好像我爸在跟我媽的事情一樣 沒有耶 我上次的 很趕不及那個敲鐘 那個敲鐘是一定趕不起來的 以前小時候爸跟我媽就聊 他們在東海大學 也就是所謂約會時期聊天室 可是我聽了就覺得高屁思 可是我聽了就覺得高屁思 進入東海大學會有幾個著名的景點 像是路易斯教堂 然後像文理大道啦 東大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在前往路易斯教堂的途中 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睡著 然後大女兒發現7-11 這是花園餐廳 這三星爸爸以前來這裡打球的時候 爸爸就會加一個鐵板麵 然後加一個荷包蛋 然後55塊還是60塊 超好吃的 我們的右手邊就是 是 妹,你喜歡這草原嗎 是因為有大便嗎 你可以在地上打滾啊 才不要耶 你不是猴子嗎 才不是 才不是 因為時間快到了 所以我們要趕快往牧場前進 不然等一下就沒有牛奶可以買 我們沿路走下來 就會找敦煌出去 以前我也蠻常敦煌出去 買一些英文的書 之類的 Fa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我現在有夠長耶 我女的現在真的是 超級重的 我剛剛覺得我這個 爸爸手好像又嚴重一點點 我們現在 我們有這種 一些非常詭異的姿勢 這就是六女兒的日常 東海大學裡面呢 我覺得很棒就是 它就是這種古色古香的建築 這是我非常喜歡東海大學的原因 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 我老爸帶我來東海大學 那時候他帶我來打籃球 那時候多小呢 大概是五六歲吧 然後他帶我打一個成人籃球框 那時候如果丟到那個籃球框 那把一個書包給我 我覺得他在整我 不過打完籃球之後呢 你知道以前這裡有個什麼餐廳嗎 頂瓜瓜 真的 超好吃 然後後來好像就沒有 哪有幾次都沒看到 當經過了這個 歐瓦亞這個地方 就是郵局之後下來 他就有一個小草地 然後這地方就會有人有野餐啊 玩弄玩西的 可以教我怎麼爬樹 我可以教你怎麼爬樹 不過你要先問那棵樹 肯不肯 所以我會講話 不不不 因為我爬上去他就會講話 他說千萬別講我 我剛遇到一個史上最奇怪的問題 大家知道猴子擅長爬樹 但我家這猴子叫我教他們爬樹 來 爬上去 好猴耶 踩著 上去 好猴子 麻蟻嗎 OK 這史上最快的趴數在2秒鐘嗎 還是1秒35 我們剛剛走裡面 發現了一個衛里會館 就是Wesley House 關於這個衛里會館 它是屬於古蹟 隸屬在這個台中市文化資產處裡面 然後是陳其寬建築師所設計的 室內空間因為地形呢 會有這個高低落差 然後兼顧自然通風的這個效應 裡面的布置很溫馨很細緻 然後它是經典的教職員單身的宿舍房間 最重要的歷史就是去見證 在戰後 基督教在台灣發展的歷史教育的發展史 這是43號的東海創意實行中心 就一些很設計的小物作品 擺在他們前面 這創意實行中心 我女兒說是看起來像海浪 好啦 那我們要到買牛奶的地方啦 有開嗎 這裡嗎 好啦 我們到了 竹坪小站 我們今天買了什麼 我們今天買了什麼 牛肉 然後要吃看牛肉的 那妳說妳要吃什麼 冰棒 泡芙跟冰棒妳選一個 而且它真的很酷耶妳看 要賣這個葡萄優格 桃園味優格 還有幼香優格 那我們今天試的是原味優格 我沒有試這個蔬果 然後買一罐牛奶 巧克力 牛奶巧克力 我們今天要試 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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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不喜歡 奶香我就蠻重的 可是蠻好喝 我覺得在地的乳製品 如果有朋友來東海玩的 或者來西村附近玩的 其實都可以試看看 在東海道全面 入民小站的乳製品 你們吃什麼 巧克力 好吃嗎 好吃啊 它內餡吃起來感覺怎麼樣 巧巧克力 他們剛剛對這個泡芙 評價很不高 我有一個稱號號稱台中的泡米天王 我來嘗嘗看好不好吃 這個是鮮奶油口味的 我覺得內餡還可以 可是皮太濕了 然後我女兒要試這個提拉米酥 這是餅乾嗎 我們來嘗嘗看他這個提拉米酥 沒有好不好吃三分之一又六分之一 爸爸為什麼可以吃六分之一 這是 這是 這個 吃完再問我老婆他吃的感覺怎麼樣 算了 會見他在牛奶裡有肉 其他的我覺得 如果小朋友很想吃可以陪他們吃一下 糕點的部分的話就見仁見智了 可能比較不符合我們家的口味 但不是不好 不是不好 對他們服務也真的是不錯 然後其實來的話都可以試試看 這CP值高不高 那如果你說要辦的這個風景啊 可能小朋友來可以放放風 真的是挺便宜的 對 如果來的話要記得 要幫小朋友噴個防蚊液 你跟他掰掰 那我們就要去農牧場 我們要趕快去看了孔雀之後 要趕快走要回家 你要去哪裡 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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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鳥 鳥 鳥鳥 沒有啦 沒有 到了 那上面 你看 你看 雞啊 有看到嗎 最大隻那隻 那是孔雀 然後這裡面還有一隻白色孔雀 Goose在看你 那不是在看你 Goose 你看 孔雀要走路了 有看到嗎 牠好像是要求偶的時候會打開 求偶是種意思 Ole 我們的探險 從下午到下午已經晚上了 然後看到非常不清楚的孔雀 就今天帶孟雀 來運動一下 就越來越胖 然後 運動了一下子之後 又帶牠吃了點心 喝了牛奶之類的 小心 不要跌倒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 按讚 訂閱 分享 然後不要忘記開啟什麼 分享 OK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這個分享 那麼 看